麻烦巧心请一些国民党议员先提出证件和论述 再来提整合 不要光算票数就觉得自己有赢面 很让人不适 这当然是 就是呢 我觉得最近有很多 有没有蓝白盒的讨论 今天我在五星饷宴的时候 也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今天下午接受TVBS访问的时候 也有媒体问我这个问题 那我说的是 我觉得今天 我作为候选人 我当然是要争取所有人的认同跟支持 包含国民党的支持者 包含中间选民无党无派的 包含民众党的支持者 其实甚至包含民进党的支持者 如果愿意清醒过来 转投许巧心 转投国民党 我也非常乐意 但是你要争取他们的支持 并不是说去算那个票数 而是说 那你的政见跟你的理念跟你的论述 或者我们不要讲说政见跟论述 你平常时的作风 跟你关注的议题 跟你的表现 能不能够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他们才会去投票给你 而不是说 那可能就是靠 比如说见见面 或是用拜托的就有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问说什么 国民党是不是 好像最近在那个三立吗 然后就有说什么 据说有几个什么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有去见过柯文哲了 那就有人点名说 是许巧心啊什么的 那我简单跟大家说 不是我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不是我 那我上一次跟柯文哲 见面的时候 是在我们地方的餐会 就是许淑华一直摸柯文哲那一次 然后我有碰到他 那我那天是跟他说 谢谢他的 对我初选的支持 那在更早之前呢 再一次碰面 是我们一起去吃凉面 大家应该有看到 我脸书有这个画面 那是在我初选期间 那过去因为他做市长 我做议员 他也知道我做事很认真 所以他愿意跟我这个同框 也算是某一种程度的力挺 那那个时候适逢初选 坦白说 我们蓝银的人 大家都是坐壁上官 这个也合理 我也不怪任何人 不怪任何人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那反正不要互相得罪嘛 所以那个时候蓝银的人 很多也不敢站出来支持我 那可能就是觉得 反正选出谁 代表就支持谁 这个也很合理 那所以当时 我也特别感谢 不管是柯文哲 或是高宏安 那他们对我长期的认识观察 他们觉得 我是一个合格的 可能他们觉得 我是一个不错的民意代表 所以他们愿意跟我同框 那也用侧面的方式 给我一些支持 所以那是在初选期间的时候 那初选期间的时候 包含像是侯市长 他们这种地位高度的人 他们不太会去介入我们的初选 所以当然就当时 也没有什么同框 或是选边 或是支持的问题 那在那个事件之后 就是在地方活动 碰到柯文哲 然后我跟他说一声谢谢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人 基本的礼貌 做人基本的礼貌 再来呢 我基本上我就没有 再见过柯文哲了 我也没有 私下的去 拜访 或者是 去找他 说要跟他见面 都没有 所以那个 三立他们讨论说 听说有哪些 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去找了柯文哲柯市长 那不是我 那不是我 我觉得我们不太需要 透过见面跟拜托的方式 那我的选区 如果有民众党的候选人来选的话 那我觉得我也是采取 开放的态度 就是竞争且合作 那这个是在野党 共同必须要面对的 那斗而不破 争而不破 那重点在于比赛谁 监督执政党的力量比较大 那交给选民来做民主的决定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呢 我并没有因为柯文哲最近 民调走高 然后我就跑过去 然后讲说这个 希望可以跟民众党 有更多的合作 没有 我跟民众党之间的合作也好 竞争也好 不多不少 就是按照过去柯文哲 在做市长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就是什么样子的 都一样 就是过去你们看到 他在做市长的时候 我跟民众党是如何的竞争 跟合作的这个表现 一路到现在都一样 没有变得更多 也没有变得更少 那当然我对柯文哲是感谢的 因为在我最需要帮忙 跟支持的时候 他愿意跟我同框 这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鼓励 那但是呢 我也不会因为这样 在民众的好的时候 就突然说要蹭过去 要粘过去 我会想的是 支持柯文哲的这些年轻人 中间选民 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政治人物 他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政见跟政策 他们希望看到我们有什么样的表现跟战力 那我能不能够也像那样子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自动主动的来选择我 好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立场 有时候会想要邀你站台 被李格维 提示为所欲为 你怎么看现在蓝营小姐的内战 会干脆都不去再来避免全民传的内战 就这样啦 我觉得这样啦 台湾政治上还是不能只有陷入这种党派 我倒觉得这样 我们是为台湾举财 所以 所以如果 看这个人 OK不OK 好不好 也不是说他代表哪一个党 每一个党都有比较好的跟比较坏的 所以这个我倒觉得是这样 不要用颜色把国家就分成两半 这个还是不太正常 所以对我来讲是这样 如果有民众党提名的 当然我们 基于政党政治不得一定要支持我们自己提名的人 第一点 如果我们那个地区没有提名 那我们还是会选说 咦我们还是做一个国民 我们还是会认为说谁比较好 谁跟我们理念比较接近 我们还是可以有支持的人 我原来想问一下 就是昨天您早上在党的收换 有提到我们的会议会 那聚会这下午在议会里面有觉得有点未知 就是他们其实希望可以拟兵啊 然后也能说如果党要撤销他的基础 可以让人接受他 那想问一下什么方式 嗯好 我想在这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国民党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政党 所以当然有各式各样的声音 但是不会沿党也有党的纪律跟规定 所以在这种所谓的跨党派的站台协调 甚或于合作方面 这是党中央会有一定的规矩跟范例 所以这不是个别候选人 当然不会沿会让外界尤其党内真正忠诚的一些党员也会感觉到质疑 但在这个部分里面当然不会沿 呃 由于只提到了柯文哲 但不会沿对于侯友仪市长 我们的提名人 征召人甚或于其他可能要对战民众党选区国民党立委 又情何以堪呢 所以我倒是觉得党内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面 所以我倒是觉得在成熟的政治人物 应该好好的为大局来考量 我想就以这一次后宜市长参选 连连战前主席跟连胜文 当时大家觉得在319枪击案受到了某些的委屈 他们都以大局为重 那相比之下我倒是呼吁我们国民党的小鸡 稍安勿躁 不要只想博取媒体的画面跟声量 我觉得这样反而对自己的选票是并没有注意的 假如党友相对不管是蓝白或者跟无党籍的合作 一定会有更清楚更明白的一个规范 而不是任由个别候选人想要怎么说或者怎么做 那昨天出会结束 是不是其实没自由吗 那昨天反正会或是有很多双方 在有更加 没有倒是 其实我倒也没有觉得很严重 那当然我也不会言 我也没想到这个 这个 今天竟然上了头半头 我也是觉得有点无奈 所以 当然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倒是觉得 我们都希望 国民党的立委同志可以选举的极大化 但是我也觉得 不用 不必要去操之过急 那样反而我认为 会 甚至于是得其反 我想前面罗志强 议员 前议员 那所提出来的一些话语 其实我倒是觉得 可以给这部分少数的我们立委提名人做参考 毕竟国民党是在一条船 船上 我们现在可以试想 假设民进党或者是民众党 有发生类似的状况 他们的内部的声音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倒是觉得 可以多为整个团体来想一想 那至于所谓的把提名回收或者取消 我个人倒是认为 其实这个是参选人 以及 盛世党部的职权 但是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也再次的重申 盛世党部跟 党中央 盛世党部主委 跟主发会 都有非常大的 发言权跟处理的方式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回归到 党的纪律跟规范 请不吝点赞